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在这个院落里的主人 却一直世袭着这样一个称号 天师 这个院落也被称之为天师府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 虽然经过无数战乱和王朝的更替 只有这个家族和中国的孔子家族一样 始终受到历代封建帝王的封赏 那么这个院落的主人是谁呢 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的世袭称号 得到社会的公认 代代相传 直至近代的呢 一千九百多年以前 正是中国的东汉末记 一位名叫张道陵的地方官 辞掉官职 走遍中国各地的名山大川 开始专门为长生不死而修炼 传说公元一世纪末期 带领弟子修炼的张道陵 被两只仙鹤引导着 不知不觉见来到了江西贵西县这座景色秀美的山前 三年后 大家不仅在这里炼丹成功 而且见到了龙和虎 后来 人们便把这座山称为龙虎山 张道陵就是从这里出发 去四川创立道教和开始传教的 因此 这里变成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发祥地 龙虎山便拥有了中国道教第一山的美名 中国四川省都江艳市西南有一座青城山 由大大小小三十六座山峰组成 因树木繁茂而著称 漫步在幽谷密林之间的人们 赋予了这里一个美丽的称呼 青城天下幽 公元一百四十三年 在江西龙虎山 醒悟得到的张道陵 长途跋涉来到这里 虽然已是百岁高龄的老人 他还是在这座环境幽静的山中 将毕生所学 融会贯通 撰写道书二十四篇 教导人们多做善事 达到长生不老 并由此创立了天师道 这就是中国道教最初的雏形 后来 道教从这里开始传遍了中国各地 青城山 作为道教发源地 世代香火缭绕 许多著名道士在这里隐居修行 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道教文化 占地七千二百平方米的天师洞建筑群 是青城山现存的主要道观建筑之一 道观在靠山的地方建有一座天师殿 殿与连接着一个山洞 相传是当年张道陵创立道教时居住过的山洞 不知什么原因 张道陵的后代传人张胜 再次回到了江西省的龙虎山 并长期定居在这里 道教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中国唐代 得到皇帝的重视和推行 张道陵被尊封为天师 此后天师的称号 就一直由张道陵的子孙承袭下来 是中国道教门派里 由同一个家族四教时间最长的 到了距今八百多年前的中国元代 第三十六代天师还被当时的皇帝 封为一品官职 统领全国道教 一品官职相当于宰相头衔 所以天师府被称为龙虎山中宰相家 龙虎山的道教建筑群 主要由张天师府 上清宫和正义冠组成 天师府坐落在距离龙虎山 十五公里的上清镇 是历代天师生活起居和祭祀神灵的地方 历代天师就是在这里 管理着过去中国道教的所有事物 那么一个古老的宗教诞生和发展的同时 他所依存的理论和思想体系 又是什么呢 这里是位于中国河南省路易县的太清宫镇 2500多年前 也就是公元前571年 一户姓李的家庭降生了一名耳朵特别大的婴儿 取名李尔 他便是后来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 老子自幼聪明好学 青年时出任史官 就是朝廷里记录历史的官员 相传老子70岁时告老回乡 在向西出游 经过今天河南省的函谷官时 写下了一篇五千字的文章 《道德经》 《道德经》的开篇这样写道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无 明万物之始 有 明万物之母 就是说 道能够表达出来的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 明可以叫得出来的就不是永恒不变的明 无 表明产生万物的根源 所以可以从那永恒的无中 探查到事物的奥秘 从那永恒的有中 观察到万物的终极 此时 在距离寒谷关 只有二百公里的陕西楼关台 当时的星象学家尹喜 已经在这里 翘首等待老子很长时间了 当他看到远远一团紫气 从东方滚滚而来的时候 断定老子必然经过这里 于是 尹喜归到在路边 请老子到楼关台讲解《道德经》 这就是中国流传很广的 《紫气东来》的故事 正是老子的这样一部著作 开创了中国历史上 一个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 道家思想体系 后来的许多学者 都在《道德经》里寻根探源 找到了自己的理论根基 和行为准则 道教在这方面走向了极致 自1800年前 张道陵创立道教的那一天起 道教就把《道德经》奉为圣典 对道与德的概念范畴 从宗教角度加以弘扬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神学原理 并在此基础上派生 演绎出《教理教义》 经过道教徒长期的 多方面的神话增势 最终老子从一个人 一个哲学家 而被推崇为一位神 道教尊奉他为道德天尊 在民间他还有一个 人们更为熟悉的名字 太上老君 老子提出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 同时也是宇宙万物的本源 道以自然为法则 以无为处事 成就万物的同时 也成就了自我 而人修道就是顺应自然的本性 顺应天地自然变化的规律 道教相信人通过修炼 物质生命可以得到延续 精神生命也可以得到升华 最终成仙得道 道教徒学道修道 其目的就是要通过 自身的修行和修炼 使生命回复到 道教初始的状态 道教称之为返普贵真 目前 中国约有数万名道士和道姑 道教公冠约2500余处 在历史上 随着各朝各代文化的影响 对道士的称谓也各有不同 比如法师 真人 高宫 居士 此外 还有诸如天师 祖师 宗师 方丈 奸院等等 在不断传承的历史长河中 这些道人们 丰富和完善了道教的经书典籍 使今天的人们 能够在广博的道教典籍中 汲取智慧的灵光 随着道教的传播与发展 道教的荆棘也逐渐增多 内容涵盖了历史 哲学 医学 野炼 养生 等多个领域 总数已达5000多卷 这样多的经书 是一个人几十年读不完的 到了18世纪 人们从道经中 选取了173种 编辑成了道藏集药 并勘印发行 这些经版 至今仍保留在四川省 成都市的青阳宫 我们青阳宫 现成的道藏集药 金书 科女的金板 是全国唯一的 也是国家重要文物 这个道藏集药 它是根据正统道藏 和徐道藏当中 抽的比较精华的 组成一部道藏 所以叫道藏集药 走进道教宫观 走进道教的神仙 就仿佛走进了中国古代历史 一个个真实或是虚幻的面孔 呈现在人们面前 中华民族 崇尚祖先崇拜 道教把许多真实的人物 加以神话 成为道教的神仙 这些神仙中 有的是道教 或是道教某个分支的创始人 道教的创始人张道玲 道教全真龙门派的创始人 邱处基就在其中 有的则是 一些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 人们熟知的药王孙思苗 武将关云长也在神仙之列 道教在供养这些 以真人为原型的神仙的同时 也营造了一个 与当时的人间生活相对应的 虚幻的天上世界 道教认为 人世间有一个皇帝 那么天上就会有一个玉皇大帝 皇帝掌管人间 玉帝掌管上天 道教公贯中 道教崇拜的神 挤挤一堂 一尊尊按照道教传说塑造的神仙造像 造型上生动逼真 充分显示出古人的智慧和记忆 在这里 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地位的尊卑 神职的大小 以致他们的职能 性格和心态 六十甲子 原本是中国古代纪年的方法 甲 以丙丁 物己 更新 人鬼 为天干 子丑 银卯 臣似五味 身有虚害 为地支 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 循环相配 一共有六十对 用来纪年 六十年为一甲子 道教认为 每年都有一位相应的神灵之班 共有六十位 称为六十甲子 或六十元臣神 当年之班的甲子称作太岁 与该年年号相同时出生的人们 把这一年称为本命年 把与自己出生时 年号相同的甲子 叫做本命神 而这个神 就负责监察 所有在本命年出生的人的言行 并负责上报天神 如发现不轨的地方 就要给予惩罚 因此 道教信徒在自己的本命年 都会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 恐怕一时犯错 而受到惩罚 有的人会到道冠里 买一条红色的腰带 系在身上 来保佑一年的平安 关于六十甲子 每位神灵的具体姓名 道经记载和现存 北京白云冠的甲子殿 所陈列的神位牌 并不完全相同 但都是一些修道友方 或者为一方百姓 做过好事的历史人物 道教中的最高神是三清 就是玉清 上清和太清 玉清为原始天尊 上清为领保天尊 太清为太上老君 也就是老子 道教开始把三清奉为最高天神 是公元九世纪的事情 认为是三清创造了宇宙万物 开启了人类智慧 道教信徒们认为 神仙一般居住在天上 在人间 神仙所统辖的地方称为 洞天福地 这些地方都位于风景秀丽的 名山大川 被认为是道士们修炼得道的 最佳处所 因而往往建有道教公冠 并留有许多道教遗迹 称为道教圣地 位于中国湖北省西北部的武当山 山栏群峰间 树密临身 空空蒙蒙 这大自然的神庙造化 正是追求清静无为 道法自然的道士们修炼的理想境界 传说 古代靖越国 有一位王太子就曾经在这里修道 只是苦修了几年后 仍不能得道成仙 后来决定下山归国的太子 遇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双手握着个铁杵 不紧不慢地磨着 太子觉得很奇怪 问老人磨铁杵做什么 老太太头不抬手不停回答道 我想把它磨成一根绣花针 太子觉得好笑 说 您别白费力气了 就是您磨到死 也不能把它磨成绣花针呢 仍然不停手的老太太慢悠悠地说 我磨一点 这个铁杵就细一点 总有一天 我会把它磨成绣花针的 太子恍然大悟 修心求道 不也是和这铁杵磨针的道理一样吗 铁杵磨成针 公道自然成 于是又返回山上修道 四十二年后 终于得道升天 成为道教神仙中著名的真武大帝 武当山的名字 就是非真武不能当之的意思 所以真武大帝 成了武当山的主神 武当山也成了真武神的主山 南岩 又名紫霄岩 因它朝向南方而得名 工匠们巧借地势 衣衫傍言 使南岩建筑 与自然环境风貌 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 是武当山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 结合的最完美的一处 这座深出悬崖 历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石雕 叫龙首石 就是人们常说的龙头香 为了表达对信仰的前程 许多人都要跪着从窄窄的龙身上爬到龙头点燃香火 烧上龙头香 由于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烧龙头香的人面临着十分危险的境地 后来这里便不再允许人烧香 当时禁止烧香的法令这样写道 神是仁慈的 心诚则灵 不一定非要登到悬崖绝壁上烧香 才算是对神的崇敬 所以不要负到前者 毁掉宝贵的生命 武当山地区多物 一年中有近一半以上的日子 人们是在云雾缭绕的环境中度过的 太阅太和宫是武当山的最高圣经 太和宫整体建筑布局是一居天险随山旧市 充分利用其山形的自然起伏 在构筑上借其俊贤而天气隆重 以达到肃穆庄严 大气磅礴的艺术效果 让人感到垂旋中的稳重和独步云天的威严 十六世纪 中国的明朝嘉靖年间 太阅太和宫又进行了扩建 使殿堂到房多达五百二十间 而扩建之后 这里的称谓有了变化 以金顶为墙为界 墙外面的称为太和宫 墙里面的叫做紫金城 北京有紫禁城 武当山有紫金城 可见当时太阅太和宫的地位 仅次于北京的皇宫 在此之前的永乐年间 明王朝在北京修建故宫的同时 为了显示皇权的存在 与山上的太和宫相对应 在武当山下 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皇家庙观 据考证 今天人们所能见到的 武当山镇的全部 就是当年整个建筑群中 最大的庙宇 玉须宫的建筑范围 几乎与太和宫同时 玉须宫也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建 占地面积达五百二十五万平方米 房屋两千二百多间 可惜的是 1627年和1745年的两场大火 使得玉须宫及其附属建筑 一并化为灰烬 号称南方故宫的玉须宫 自此成为一片残垣断壁 我们只能从这壮观的遗迹 从这历史悠久的八卦图中 去品味道教在武当山的辉煌 与气派了 与武当山规模宏大的道教建筑相比 位于中国西北部宁夏中卫的高庙 却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在只有4100多平方米的建筑上 建造的260多间建筑物中 容道教 佛教和儒教三教建筑元素于一体 高庙坐北朝南 在南北中轴线上 从南向北的主要建筑 有保安寺的山门 奎兴楼 弥勒阁 玉皇楼等建筑 高庙建筑的特点是 集中 紧凑 回曲 高耸 最高建筑 高出中卫街面近30米 中卫高庙 及中国南北古建筑特点于一体 充分显示了 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 和精湛技艺 就在紧凑的几重电雨之间 有一座用青砖砌柱的牌坊 大家看一看这幅对联 如是道 知度我度它 皆从这里 天地人知 自造自化 见在此间 这就是儒家 道家和佛家 在无上法桥两旁的人物 这就是儒家的孔子和孟子 在北面 庙有真境两旁 体现出的是道家的人物 麻姑献寿和天女赛花 在下面是佛家的罗汉 砖排放是咸丰八年修的 据现在是一百五十年的历史 由此证明高庙在过去是三教兴盛 道教在公元七世纪至十四世纪曾盛极一时 与中国的儒学和佛教一起成为中国封建时代三大思想支柱之一 十五世纪以后 中国的道教和佛教 儒家思想 在相互影响中进一步融合 在民间 很多人既信佛教又信道教 并出现了许多像宁夏中卫高庙这样的 亦佛亦道的宗教场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反映了中国古人认识自然的一种哲学思想 阴阳语代表着宇宙间万物具有的阴和阳两种属性 外围的八种符号代表着八个方位和自然界的八种基本现象 八卦图代表着古人归纳出的 蕴含在天地事物间相辅相成的自然规律 在中国道教建筑艺术中 运用八卦原理 结构建筑 组织布局的现象最为普遍 在中国最早的道教宫观 陕西楼关台 老子为引起蒋经的蒋经台主垫屋顶结构 就采用了八卦的原理 楼关台大殿它的整体构造是一大墓建筑 构成的九宫八卦之形 九宫八卦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它主要是减震的作用 在16世纪中叶 关中地带曾经发生过大型地震 但是此建吧 因为它的大墓构造 防止了地震的灾害 所以说这个殿堂至今上来存在 江西三清宫古建筑群的殿宇 神坛 牌坊 石塔 石刻 顾京 水池和墓葬等200多处景观 则按八个卦位分成八组 以三清殿为阴阳的核心 向八卦图的八个方向辐射 使建筑物主次分明八方互映 互相轰托硬衬 既突出中心建筑的主导位置和庄严神圣 又显示了周围建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不但给人以形式上的美感 还引发人们对古老哲学思想的探群与思考 三清宫按八卦图布局这种独特的建筑手法 是研究中国道教古建筑设计布局 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 福建省泉州市青原山的老军岩 是中国最大的道教造像 建造于距今八百至一千年前的中国宋代 石像高五点六三米 厚六点八五米 宽八点零一米 席地面积为五十五平方米 左手扶着膝盖 右手平在桌脊上 垂耳飘然 目光炯炯 独具超尘脱俗 先锋倒鼓的神韵 整座石像 神态浩然 和蔼可亲 充满魅力 堪称中国宋代石雕艺术的瑰宝 法国学者戴安娜里 曾经在老军岩感慨地说 这已是我第二次参观老军岩 但我仍和上次一样激动 因为这位老人和大地紧紧地融为一体 他好像知道一切 又理解一切 中国著名规划专家 任振英 则称赞老军岩造像为 老子天下第一 老子造像 是道教石雕艺术的 主要表现对象之一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 都有这样的作品 只是造型和形态不同罢了 在中国现存规模最大 也是最珍贵的山西省龙山道教石窟中 老子化为道教神仙中的太清道德天尊 于玉清原始天尊 上清灵宝天尊 安然高坐在正臂长形台座上 常染垂胸 袖手盘膝 神态虚幻悬远 自若中不是肃穆 舒缓中蕴含清净 两边六位真人 六个逝者 有的神色恭敬 有的态度小心 雕刻安排错落有致 动静相移 根据身份不同 男女不同 衣纹分别做出不同的处理 天尊衣室 舒缓跌落 真人衣冠 有序洒脱 男童厚衣棉袍 女童则是披着长巾 系着宽带 各尊造像 都素有冉冉生腾的火焰云气 顶部为五龙祥云图 中间一条龙 四脚各布一条 以严格的对称形式 组成方形图案 显得端庄稳重 五龙祥云 样式独特 构图奇美 色彩鲜艳夺目 在中国石窟艺术中 十分罕见 整个洞窟 展现了三清镜 素目神圣的景象 成为中国同一时期 石窟造像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龙山道教石窟的 第六窟顶部 为凤凰祥祥云浮雕 双凤展翅 呈S形 盘旋于浮云之中 一阴一阳 形似太极土 造型十分精美 据考证 这是一对夫妻鸟 一雄一雌 象征幸福和平 在洞窟的西面墙壁 与正堪相连的地方 有一个拱门 门分两扇 半开 一童子手里拿着书卷 想要踏进门来 表示入道的意思 在石雕的门上 有一个手推磨损的深坑 据说信教者在参拜时 都要用手摸摸石门 以表示入道的诚心 久而久之 磨成了深坑 这是鱼骨 道士们把它称为道琴 就是传道时使用的琴 以这种简单的声响 召唤它的信众 从这种简单的敲击乐开始 随着道教的发展 道教音乐 也迅速成长和丰富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道教音乐 是道教进行摘教仪式时 为祝贺神仙诞辰 祈求上天赐福 降妖驱魔 以及超度亡灵等法式活动中使用的音乐 道教音乐 是道教仪式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它具有烘托渲染宗教气氛 增强信仰者对神仙世界的向往 和对神灵的崇敬的作用 早期道教的法式活动 是古代祭神仪式的承袭与发展 最初诵经为直诵 未经有使用音乐的记载 道乐的使用 大约开始于1500多年前 中国的南北朝时期 道教音乐发展的鼎盛时期唐朝 曾经有位皇帝 命令宫内乐工制作道教的乐调 并亲自教授道乐 同时道教的摘教仪式 也得以进一步规范 这时的道乐 已由单纯的打击乐器 钟 庆 鼓等 增加了吹管和弹拨乐器 到了近代 道教音乐和乐器的使用 大为增加 福建省福鼎市的泰姆山 正在进行的就是祭天的道场 中国古代流行自然崇拜 以后发展为 对最高神天的崇拜 静天成为古老的自然崇拜仪式之一 在古人那里 天有意识地化生了万物和人 为宇宙万物的主宰者 具有无上的权威 正由于上述原因 中国古代发展了一整套 静天的宗教礼仪 这些礼仪 为道教所吸取 并融入神仙体系和教理教义中 通过音乐的烘托 轩轩 道教的摘教仪式 更显庄严肃穆 神圣和神秘 在声乐中 各种神仙意境 得以和谐生动的再现 把人的情感 带入到神秘的神仙世界 在道教音乐 不断丰富的过程中 也同时产生了 许多有影响的音乐家 一百多年前 中国清代咸丰年间 生活在四川的道人张孔山 潜心观察 民江在一年四季中 不同的水流变化 聆听着变化万千的江水声 获得了创作灵感 他在继承传统古琴曲 高山流水的基础上 独创了许多新的古琴弹奏技法 描绘出民江流水的各种姿态 谱出了一首将道教音乐 推向极致的古琴曲 流水 被世界音乐界 视为东方音乐的杰出代表 今天人们所能见到的 这个已被严重损坏的建筑 是玉真宫 他是十四世纪的中国明朝皇帝 为武当山的一名道士 而建造的道观 地位至高无上的皇帝 为道士修建道观 并塑像四奉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位道士就是开创了武当武术的张三丰 据史书记载 六百多年前的明洪武初年 张三丰来到武当山 曾经在此处修炼 由他演创的武当武术 名震天下 后来 经历代宗师的不断演进发展 最终成为中华武术中 最具影响的流派之一 这是武当武术 具有代表性的拳法 武当拳 当年 张三丰吸纳了多种武术技法 并与道教的修炼方法相结合 创造了内加功夫体系 内加功 主要是针对外加功而言 外加功夫 讲求直接的防卫与攻击 以力量和速度建长 这当中 以少林武术为代表 而内加功 讲求的则是 以柔克纲 并不是直接的搏击 而是借用对方的力量 进行还击 老子 在《道德经》里 阐述了 柔刚 静动 趋直 等一对对矛盾的辩证关系 他还说 天下莫柔弱如水 而功坚强者莫之能胜 这些都被席练道教武术 人们所引用 并且灵活地运用到武术技法之中 武当内加功夫 武当内加功夫呢 它主要是以驱兵延连 这个长行舰体为主体 但是它有后发先制 这个一进制动 四两拨前进的功效 它在机器方面 跟那些拨击啊 或者散打呀 它这个功效呢 它有很多这个有不相同的 志趣 是吧 就是说别人在进攻的时候 这个呢 我们从内加功夫来说的话 就是要先向别人攻击 前后呢 采取盘手的一种方式 后发先制 就是在反应上面 从灵敏度上面 比那些来练波及的 在反应上面要快 就是也收到的一种 一种境界 一种功底 在中国 以强身健体 修身养性为目的的功法很多 武当养生功 是其中比较有特色的功法 这套功法 由采气 换气 磨面 转经 叩齿 明天鼓 等多个步骤组成 明天鼓 其实 古代道人练功 主要是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 又由于修炼的处所 大都在山上 为了防止野兽的攻击 也必须掌握一些防身之处 于是 道教的武术 也就一代代沿袭了下来 湖北武当山 紫霄宫的女道人秦丽 今年只有22岁 席练太极剑法 已经两年有余了 使用兵器 要求人与器械最大限度的融合 加上呼吸 步伐的配合 在进攻时 全部气力汇于兵刃之上 以达到最佳的攻击效果 以太极拳为代表的道教武术 作为一种中国功夫 是以柔克纲 以巧取胜的经典的搏击之术 在中国武术界 有着很高的地位 太极拳走向世界后 它被按照中国汉字中 最高的最终的力量而翻译 所以很快在世界各地流传开来 然而太极拳 又不仅仅是一种祭祭术 打拳人总是把它放到 太极的大环境中去考虑 这时太极拳 也是一种哲学 一种境界 可以说太极拳 是一种能够体现思想的 中国功夫 如今 太极拳作为一种 强身健体的群众体育运动 已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已有2700多年历史的 河北永年广府古城 是中国近代太极拳的 重要发源地之一 一百多年前 在这里诞生的 阳式太极和武式太极 成为现在世界各地 太极武术爱好者 主要研修的拳法 与道教武术修炼不同的是 这些拳法最初的出现 却是用于攻击的目的 只是 随着社会的进步 今天的习练者 把它作为了一种 强身健体的方法 浙江省杭州市 美丽的西字湖畔 横跨着一座山岭 相传 1600多年前 近代著名炼丹家葛洪 曾在此设炉炼丹 所以 这里被称为葛岭 葛洪所居住的地方 便是豹普道院 道院里 现在依然保存着一口炼丹井 传说是葛洪炼制丹药所使用的 同样的印记 在江西省上饶市三青山 也留存着 这里就是1600年前 葛洪上三青山 截炉炼丹时候的遗址 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 当时炼丹时候留下的炉基 我身旁的这两道折 也就是当时炼丹 推炉灰的车子 留下的车折 葛洪 一面炼制丹药 一面收集和整理 医药配方 写出了豹普子一书 书中 对许多药用植物的特性 及治病作用 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和说明 对中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广东省广州市的三元宫 相传是葛洪和他的夫人鲍姑 为人们疗伤治病的场所 这里至今还保留了 时刻的经络图 和他们夫妇炼丹的古景 植被丰富的青城山 拥有七百三十多种木本植物 和大量珍贵药材 吸引了许多道士前来悟道养生 公元七世纪 唐太宗时代 道士孙思淼来到了青城山 他在这里采集了大量药材 研究了解各种药性 撰写医学著作《千金方》 因为这部著作 至今仍然是中医必修的典籍 孙思淼被后人称为药王 古代行医的道人 用一根针 即针灸疗法 一把草 即药用植物 为人们治疗疾病 其实 道教医学最开始 是以长生不老 修炼成仙为其目的的 在发展的过程中 兼顾防病治病 健身延年 道教医学认为 人体系统与自然宇宙系统 是一个统一整体 在构成系统上是相似的 对人体性命的修炼养护 应根据宇宙运行的规律来进行 并认为 元气是万物之本 性命之根源 治病在于扶持正气 排除病气 使人的生理机能 趋向协调与平衡 道教医学的中心部分 如本草 真酒 汤液 等与现代中医学 大致相同 但道教医学 又有它独到的地方 比如说 导饮 调息 内丹 壁谷 内侍等 道教徒 围绕其宗教信仰 教义和目的 为了解决生与死 这类宗教基本问题 在与中国传统医学 相互交融过程中 逐步发展 最终成为一种 特殊的医学体系 也是一门带有鲜明 道教色彩的 中华传统医学流派 对脑的观察 他们就是 非常详细 比如说 他们记载了 脑皮质的 这种 勾勾回回 还有关于 脑有九宫 其中心的那一个宫 叫做尼丸宫 甚至提出了 脑对于 人体的感知和运动 也就是说 痛痒 温度 触觉 这些感知觉 还有人体的运动 都是大脑来主持 脑来主持的 那么人的这种精神活动 也是魂魄 也是由脑来主管的 然后这个和现代的 这个对于脑的认识 是大体上是相同的 这个明代的李时珍 写《本草纲目》 他的很多药物的记载 就采取了 道教医学的一些说法 比如说 这个核桃 核桃可以补脑 田精补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脑 这个核桃的样子 像大脑的那种 过回 还有其他的一些 这个特别是养生方面的 一些一些一些 这个理论和一些 具体的方法 可以说是从 道教的意识中来的 道教 强调修身养性 延年长寿 为寻找长生不老的办法 道士们经常采集各种药材 放在炼丹炉中焚烧 希望炼出长生不老的丹药 八世纪中叶 一名叫做清须子的道人 经常寻找各种古怪的配方 炼制丹药 在一次使用硫磺 木炭 和消食为燃料炼丹时 发生了一场意外的爆炸 这次爆炸 诞生了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 火药 同时也让中国人早于西方一千多年 就掌握了制造火药的技术 在广东省广州市的 纯阳灌里 建有一座四方形建筑 全部用石块铸成 台高八米 楼顶是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平台 它就是广东省最早建立的天文台 潮斗台 一百多年前 纯阳灌开山十足李明彻 就是在这里观测星象 写下了环天图说一书 书中收入有关地球 日月 星辰 即雷雨 地震 潮汐 等方面论文八十一篇 会有全国 京城 及大部分省份地图 它不仅对道教的 观测星象的学说 起了重要的影响 还对中国近代的 气候观测学 和地图测绘学的推进 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69年12月 张天师的第六十三代传人 张恩普去世 因为没有子嗣 世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 天师称号 从此中断 但近两千年来 张道陵创立的道教 一直影响中国人民的 日常生活 至今盛行的民间节日 许多最初都是来自 道教信仰 但其含义和纪念方式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 许多人都有挂灯 和出门关灯的习俗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 起源于上古时代 对天地水三观的崇拜 张道陵创立道教时 把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五 定为上会 祭祀天观 七月初七定为中会 祭祀地观 十月初五为下会 祭祀水观 利用这三天祭祀三观 考核信徒的功过 进行赏罚 后来把这三天分别改为 正月十五 七月十五和十月十五 据考证 正月十五夜晚挂灯 关灯的习俗 来自于两千多年前 中国汉朝一位皇帝 在上元节为祭祀神灵 曾经从黄昏 一直进行到第二天清晨的典故 此外 清明节 端午节 中秋节 重阳节 都来源于道教 今天 盛行于民间的逛庙会 仿暴竹等习俗 大都最早起源于道教故事 或者于道教信仰有关 二十世纪 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 曾经就中国文化的本体 做过研究分析 最后 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文化的根底在道教 如果你不了解中国道教 就不可能真正了解 中国和中国文化 年轻人格学家鲁迅先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